台湾罕见的冬季候鸟鸳鸯 很多人都以为它只会在水上活动 但它其实也会飞 有游客最近到南投山林溪游玩 就看到有多打11只的鸳鸯 有的在觅食 嬉戏 还不时会上演求偶戏吗 人滚滚的身躯 翘翘的尾巴 一群披着华丽羽毛的鸳鸯在湖面转啊转 难得的一幕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 欣赏一番 听说鸳鸯还是保育类的 不容易看到 然后在山林溪能够看到 其实真的蛮稀奇的 山林溪的生态真的非常丰富 我们最近就有发现有鸳鸯 山腔等等的 进入秋冬的南投山林溪生态园区 整片落叶木森林 让人仿佛置身在北欧一样 而这样的迷人景象 也吸引一群交客前来臂东 台湾相当罕见的冬季候鸟鸳鸯 在2022年11月现中园区后 去年12月再度来台迁徙 且数量翻倍 有多达11只的鸳鸯惊醒现身 在春天的时候 竟然发现它已经定居在这边 应该是它过境的时候 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 所以就定居下来了 经过生态园长期观察 发现鸳鸯们已在去年春天 定居山林溪 而他们除了在水上活动 有时还会展翅飞翔 到河域的上游或下游觅食溪水 可遇而不可求的景象 民众可要碰碰运气了 也别一时兴奋靠他们太近 吓跑这些脚可乐 记者曾荣诚成拿到报道